我比較快一點 第一個呢 這個地方 把這個範圍先刪除 在這個中間 在等於是號碼跟號碼 這個中間差一個H欄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知道說呢 它的到底有沒有打勾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做呢 把這個delete好了 在i1的這個儲存格上面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呢 用判斷的方式 判斷什麼呢 可以直接用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全部裡面if if函數 if 那if的話前面我們用過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if 邏輯的話呢是 這個儲存格是a1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a1 如果a1等於true的話 true 如果它等於true的話呢 表示說呢 這個格它是已經打勾 所以我們 假如說它等於true的話 我們就輸出1 反之的話呢 輸出0 輸出0 就是利用1 0跟1來做判斷 0跟1來做判斷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其他就很 其他往下填滿 那如果有打勾的話 一定就是1嘛 那往右填滿 填滿的範圍也是49個 49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在這個中間 再間隔一個欄位p 好了 那在這裡的話呢 請你再做出像這樣的一個排列 這個排列的話呢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數字喔 乘上它對應的號碼 如果有打過的話呢 就是1嘛 沒打過就0 0乘上任何數字還是0 就不會有得到結果 不過特別注意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產生有沒有 當然這個順便也複習一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1按Ctrl鍵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往這個方向